安德鲁泰特是全世界讨论度最高的名人之一 除此之外他还曾经是四届踢拳世界冠军 但是他是真货吗 他真的很能打吗 而我要做的就是观看他的一些比赛 做出解析 给你我对比赛的真实点评 看看他打拳 有多棒 虽然我没有过练习踢拳的经历 但我有丰富的拳击经验 获得过七届全国冠军 奥运会铜牌 106场比赛经验 此外安德鲁泰特和罗根保罗之间也在协商比赛 我将对安德鲁泰特的拳击风格给出我的点评 我还会在视频的结尾告诉你 我认为谁会赢下比赛 罗根保罗还是安德鲁泰特 此时此刻在看比赛之前 在我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获胜的人选 但在看完这些视频之后 或许我会了解更多 然后给你一个更加准确的答案 拳手最近的一场比赛 才能展现他的真实水平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安德鲁泰特最近的一场比赛吧 这可真有些年头了 就是他了 我所掌握的资料是泰特身高1米9 打的是轻重量级和重量级的比赛 这一体重对于接下来和罗根保罗的比赛来说简直完美 比赛开始 第一回合铃声响起 我 看起来他一开场就被对手的拳头打晃了 让我再来看一遍 他被左手拳击中了 他有点失去平衡 晕头转向 比赛刚进行6秒 这对安德鲁泰特来说可不是个好开端 但是这家伙打法相当出其不意 他可能会惊艳众人 是的 他的对手想要终结他 而我注意到的泰特的问题 就是从一开始 他就一直仰着下巴 头部移动很棒 安德鲁的头部移动很好 你能看到他能很快的躲过来拳 我想他刚刚转角做了一个转向步 让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因为我超爱技术分析 所以这家伙打出了 我说如果你能看到这家伙的右手拳 是从他腰的位置上打出来的 这也使得他更容易被看穿 但是他很好地躲了过去 脉步 转圈 我很想看到他的后脚坐 没做转向步 哦他坐了 他转过身去 把对手逼在围绳上 然后向后脉步脱离危险 他确实躲过了许多拳 但他的对手出拳有预兆 像这里 看这几右手拳从哪打出来的 他先向后拉 然后再打出去 如果你在赛场上作为一名拳手 你要在一瞬间躲过拳头 他对手给他的时间 可比一瞬间要长 如果这一拳直接从脸上打出来 就会有更大的几率命中 但是泰特做的也很好 他躲过了这一拳 转动对手 把他逼向围绳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做是正确的 泰特的这几下打得很好 他后仰让出距离 让身体躲过对手的攻击 然后命中右手过肩拳 他的对手 你看被打得乱了阵脚 然后接着到了我喜欢的部分 他做出后仰 打出那几上钩拳 当他向后退时 这一拳很难命中 他直直地打在了对手的下巴上 所以真的泰特打得很好 好的 听我说 如果他真的要约战罗根保罗 他想起手打出长的左勾拳击腹 像这样 仔细看他下巴的位置 仰到了天上 完全暴露出来 会被右直拳击中 他绝对不能像这样 对战向罗根保罗那种高大强壮 并且还能够打出右手重拳的对手 哦 棒极了 他在重击他的对手 安德鲁能打出重拳 他在这做到了 对手转过身去 他还在继续击打 哦 是的 这家伙有点要放弃的意思了 他看起来很累 很疲惫 我们不知道裁判是否还会让比赛继续 如果是职业拳击比赛就会继续 哦 他摇头了 他不想打了 我看到了安德鲁交拳击 看看他技术如何 你的右手要抬起来 放在下巴的位置 你的左手要稍微向外伸展一些 拳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用你的刺拳来找他 一旦你找到他 然后就要打出重拳 这就是拳击了 他绝对懂得很多拳击知识 我也坚信他是个硬汉 但当他比赛时表现又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场比赛吧 好的 他在对阵的是某个 90公斤的 24岁的踢拳手 他的战绩是三胜两负 显然这家伙没啥经验 让我们再来看看泰特在这上面的信息吧 他赢了40场 输了7场 年龄33岁 我知道他今年35岁 所以这是两年前了 而这应该也是他最近的一场比赛了 那么他的比赛经验 要比这个胜负参半的家伙多得多 他应该能将对手KO 在我打了47场比赛时 我也遇到过五场比赛 只剩三场的对手 是的 他被我KO了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吧 是啊 安德鲁泰特的优势很大 他的块头很大 他所对战的对手更像是一个拳击手 而不像一个踢拳手 他向前冲了过来 但他倒地了 发生了什么 脸上中了一息吗 看上去是的 是啊 这家伙太兴奋了 直接冲了过去 他太缺乏经验了 身体被膝盖击中可超级疼 安德鲁泰特打得很舒服 自信的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 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个无名小卒 什么 我错过了什么 一脚踢头上 这家伙又倒地了 是啊 这真的是 我曾经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对手 我一拳打在手臂上 然后他们就倒地不起了 你知道 这在比赛中确实会有发生 真是糟糕的对手 他们压根就不想好好打 这家伙不打了 比赛结束了 所以 让我来找找他的训练视频 他在进行踢拳训练 有很多人在看着 他对手看起来打得更好 更专业一些 哦 一记漂亮的勾拳 我被惊艳到了上部打出场的前手勾拳 对手也很大只 和罗根保罗体型相仿 我猜是的 所以 我在这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他在打拳时十分尊重他的对手 这一脚 作为拳击手 看到一个人踢另一个人 感同身受 如果他这么给我一脚 我就没了 我知道我能在这批评他的拳击水平 但我不想撒谎 如果安德鲁太特踢我 我会像所有人一样倒在地上 疼死了 我知道安德鲁太特根本不想和罗根保罗和解 他们正在商量打一场 他真的不应该打 他的粉丝数众多 并且他们都十分的仰慕他 视他为硬汉 狠角色 如果他真的上到拳台 打罗根保罗将会失去太多太多 除此之外 还有年龄上的差距 以及两个人都处在休赛的状态 我说安德鲁 如果你在看这条视频 你要打罗根保罗 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 并且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 你也知道这不会发生的 对吧 点击这里 看终极拳击教学 这是我迄今为止 做过最好的视频 点击这里 看这个视频